各位好 今天11月20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这段时间呢 我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得罪各路豪杰 比如说这个当然得胜上这件事 送胜这件事情就不谈了 为什么 因为日常行为还日常行为不算什么大事 那其他的呢 就是比如说什么法轮功啊 民运呢 然后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团体 得的就蛮多的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这个就反正嘴欠吧 就瞎聊天 得罪就得罪了 那今天呢 可能还得得罪一个人 这是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位人 但是呢 也是一个群体 就是艺术家这个群体 艺术家呀 作家这个群体 那得罪的 但是呢 开头说的这个人呢 各位都应该知道 艾未未 艾未未老师 艾未未老师啊 最近呢 就是他的自己 他艺术家嘛 他要做展啊 什么这些东西 就遭遇了一个小小的波折 有一些这个画廊啊 还有包括这个艺术展的这个承办者呀 就纷纷的跟他解约 就不让你在我这布展了 这个事情其实挺 怎么说呢 挺要命的 不算是 不能说要命吧 就是对 这是一个表态 因为艾未未老师呢 是一个全球知名的艺术家 他的这个 往往他去做展呢 或者怎么样 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一边是画廊也能赢 然后呢 艾未老师呢 能够把自己的作品的影响力 再扩展出去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双赢 那画廊主动拒绝 艾未未老师的这个 呃 实际上就是因为艾未未老师啊 这个这段时间 关于巴勒斯坦 以及以色列 这个巴以冲突 或者说巴以战争的 这个上面发表的这些言论 呃 当然了 这艾未未老师呢 也是被那个 也是在呃 有点挺巴勒斯坦 这个这个感觉 对吧 但是艾未未老师 应该不会说是挺哈马斯 但是呢 他对 呃 巴勒斯坦的其他的人民们 都是抱有极大的同情心 那像这样的这种言论呢 就是呃 就导致了这些画廊或者策展者 就跟艾未未老师呢 就叫应该怎么说呢 叫革席 或者是说暂时的 呃 先不合作 大概就是这样的 虽然他们说的很客气 比如说吧 这个呃 画廊就说了啊 呃 说我这个呃 以艾未未老师啊 以支持言论自由和捍卫被压迫者而闻名 我们深深尊重和重视我们与他的长期关系 这个呢 一般来讲就是 我们做事情嘛 就是大家都是生意人是吧 这个你直接这么呃去去说 而且原来有很多的合作 不能够直接就就说老子跟你绝交了 这肯定不合适 那但是呢 他还是就是表达了对艾未未老师这段时间对八语冲突这方面发表的言论的不满啊 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对于这件事呢 那对于这件事呢 艾未未老师的反应呢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啊 他只对自由表达感兴趣 而不是寻求正确的表达 然后呢 他说呢 在讨论正确性或者错误性的时候 我一定是错的 我一直认为自由表达是最值得争取和关心的价值 即使他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不幸啊 说应该特别鼓励错误的意见 如果言论自由仅限于相同的观点 他们就会成为一种言论的监禁 言论自由是有关于不同的声音 与我们不同的声音 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就作为一个艺术家呢 他这种表达呢 其实没错 我必须得先说一句啊 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在对言论自由思考的这方面呢 第一步没错 为什么说第一步 一会我跟大家说 那到底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他所说的 就是说言论自由就是一个无限制的自由 我们现在也先要讨论这个问题 才能够往下说 那言论自由是这样的 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言论都是自由的 就像国内也 他往往啊 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把他把这个自由 就是逻辑滑坡嘛 他直接把这自由呢 当做一个无限制的自由 但是呢 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自由 是止于别人的脚尖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能侵犯别人 那国内会在污名化自由的时候 他会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说你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个是不对的 那自由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就是说大家在一定的规则之下 保持着个体最大的选择的权利 对吧 这个是一个 这是自由的应该一个定义 那言论自由呢 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言论是不是没有边界 那这个也不一定 这个也确实不一定 那比如说吧 你在德国 你去讨论 艾未未老师在德国 对吧 那艾未未老师在德国呢 那他在他所处的这个国家 我不知道现在艾未未老师 是不是在德国啊 我印象当中 有段时间 反正前段时间他好像在 那就是说 在德国 你支持纳粹的言论 那就是违法的 为什么 因为他根据他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以及历史啊 他纳粹这个东西呢 让他创惧痛身 对吧 你要是再给我弄这活 老子就他妈要弄你 这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 那这个 这个你说他伤害言论自由了吗 我觉得他并没有伤害言论自由 那就是说 等于说 有一些言论自由是不能够被允许的 比如说 有一个著名的这个 美国大法官的一个判例 他在讨论到言论自由的时候 说的是什么呢 说你不能够在这个满是人的 这个电影院里高喊着火了 对吧 这种自由是不能够有的 因为这么着会造成大家的恐慌于踩踏 那这样的这种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一个框架呢 那也是我们所讨论的 这个言论上的这种 自由的边界何在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画好的线 就是说 一个是从他的历史与文化 还有对社会整体社会的伤害度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你不能够说 去伤害大多数人的这个造成 即时性的这种危险 对吧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不在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的 也符合我刚才说的 说所有的自由都是在规则之下的自由 言论自由也不例外嘛 对吧 那第二我们讨论就是说 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错误的言论 其实确实在艺术家 就是说在我们 因为我是个汉板子的人 对吧 我是个工科生 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正确与否 是其实非常看重的 为什么呢 您比如说我写一段程序 它能跑起来 它就是或者是说跑起来没毛病 对吧 那它是一个正确的 它如果我设计一套流水线 这流水线呢 就是至少能够顺利的运转 它是它是对的 我们在对与错之间的这个灰色地带 其实非常少 它给我们的框量没那么多 对吧 我我设计设计一对齿轮 它互相咬合 那如果我这个参数弄错了的话 它咬合不上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框量在里边 就是说让它那个冗余度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可以它能够勉强赚起来 但是长时间就不行 它会出问题 所以呢 就是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我们这些人 跟那个真正的文科 或者是说艺术工作者 我们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正确与错误 我们是有一道非常清晰的界限的 过了这个界限 那个就是错的 程序跑不起来 刘水仙转不动 或者是出事 那如果一旦出事 喀起我这一边一盒闸 那边叮光我自己 就各种件全飞了 您看过那个什么 那动画片吧 都差不多 真的会有这种效果 那不是开玩笑的事 对吧 OK 那整个烧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对于正确与否呢 是有清晰的界限 但是艺术家不太一样 艺术家基本上 尤其是在现代艺术兴起之后啊 就是对错是不重要的 艺术没有对错之分 您理解这事吧 就是说你干什么了 它只是牵扯一个好坏的问题 比如说你做的这个艺术品 它好还是不好 对吧 但是它你到底 你这艺术理念错还是不错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原来可能说在古典古典时代 古典艺术时代 说你这个 你这像画的不好看呢 你这三维透视的这个 你做不到啊 或者是说中国的文人画 你这个布局有什么问题 有一些这个规律在里面 但是到今天这个现代艺术 兴起之后 很多的这种原本的框架 就被打破了 对吧 你随便你搞 只有好坏之分 没有对错之别 这是这是艺术家 或者是说很多的人文知识分子 在这些方面的一个 跟理工科教有一个 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对吧 所以艾薇薇老师说的呢 就是说起来 我这个是那个 我在讨论正确性或者错误性的时候 我一定是错的 就是他其实没有认为 说他这个东西是错的 在他的概念里 这不能叫错 这个没有对错 他只是在一个大的言论自由的 这个框架之内 我当然可以支持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嘛 对吧 这个没什么问题 那顺带支持了 因为支持他 会造成对哈马斯子这边的 这种间接性的支持 那这也不是问题 这个跟很多人 就跟我 至少像我这样的人 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那大概是如此 那到底这东西是怎么去 一个社会是不是要容忍这种 这种所甭管他是对还是错的 这种跟主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言论呢 是这样的 这个社会啊 就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之下呢 他要容忍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个 跟主流 或者是说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这种说法 这个毫无问题的事情 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您听清楚了啊 一个正常的社会 他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 对这种言论 或者这种行为的反馈机制的 这个反馈机制很简单 就是说 OK好 你说了 你既然这么说了吧 很简单吧 那我就不跟你合作了吗 对吧 只要这个强制力 不来自于政府 就除了像那些什么纳粹言论 什么的这些东西 你可能是来自于政府或者法律 但是他那个法律也都是经过这些这个大众的进行讨论 然后立法机构进行立法的 也相当于一个民众意识 对吧 那像这样的这种其他的言论 您比如说像艾薇薇老师这样的言论 那他不被人所喜欢 或者说不被某一个阶层的人 或者说不被某一个一部分人喜欢 OK 那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能够告诉你 你这个不被欢迎 那你的斩就没有了 对吧 你没有这个斩了 当然您可能艾薇老师完全不在乎 这个毫无疑问 他肯定是不太在乎 OK好 那就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了 那怎么去纠正它 就是说我们在这些言论 在讨论这个言论自由 哪种言论是正确的 哪种言论是错误的 它是否代表了一个文明前进的方向的时候 是有一个规律的 它跟经济是一样的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一个东西你到了市场上 你让人去选择 别人掏钱去买 对吧 OK 那这个产品则立住了 如果说没有人掏钱去买 或者是说别人就不给你上架 因为这个超市是我的 对吧 我不认同你这个东西 那我就不去买 钞票即选票 在这个情况下 那OK 你这种言论 那你就渐渐的就会纠正这种言论 而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来进行衡量的呢 因为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商品的提供者 对吧 我知道这个市面上我要面对的这些消费者 是什么样的人 那他的这种观念跟我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说他这种观念是一致的的话 那我就直接就把你这个东西给你下架了 那就跟很多的那种这种公司 比如说对新疆棉似的 新疆棉 OK好 很多消费者是不在意这件事的 对吧 那你甭管是哪产的 我有一件便宜衣服穿 而且质量还不错 就挺好的 那有些消费者都在意 说如果你用了这个 我就不买 那公司的一个经营者呢 是用什么概念呢 就是就怎么想这件事呢 首先他自己是不是有他自己的整体的这种坚持 比如说我对价值观的这种坚守 OK好 那我认为新疆棉这个东西我不应该去用它 这是我一个 但是如果大家都要去买 我作为一个经营者 对吧 他们对价格敏感 那他就喜欢这个东西 便宜玩意 OK好 那我也可能没有办法 但是呢 这个其他的这些消费者们觉得说 你这种表态 我会花一价 对吧 就是我能够支付这个更多的钱 但是我希望 我穿在这身上的这件衣服 他没有新疆棉 就是我都用这种模式 用我的这个钞票 来表达了我自己这个态度 OK好 那就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我就宣布我不用新疆棉 对吧 因此得罪中共 得罪或者其他的一些人 没毛病 甚至于有可能 我到时候还能够销售量很高的 就是说他在这方面 甭管他是什么言论 他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合力 他把这件事情 就是给 这就告诉某些人 说你这个行为不受欢迎 那什么叫正确与错误 你可以不在意 对吧 言论自由吗 都可以 你可以用你的受众或者怎么样 但是在我这 对吧 你这个就不受欢迎 那如果这种行 这种加入我这边阵营多了 那OK好 没毛病 那你就只能够销声匿迹 对吧 那如果要是加入到你那边阵营多了 那有些话来讲觉得说 说没事 爱卫卫老师这作品或者他这种表达 一点毛没有 你可以来土耳其办个展 对吧 我估计爱卫卫老师去土耳其办展 也可能出事 这就咱说吧 咱另说吧 就大概就是这么 或者沙特 像他们这些国家 爱卫卫老师那个作品 往那一搁 我估计反正也够巧的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就那可以啊 你如果支持你的人多 那就那这件事就等于是等于等于就是 我就白我就白抵制了 我就白我就没有办法通过我这边的合力 去把这个我认为错过的东西给给给给给消解掉 那所以说呢 这个言论自由这个东西 它首先第一个受制于呃 这整体的这个文明的环境 对吧 那第二个呢 是让大家要明白你的你的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之所在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整个设整体的文明的一个共力 它不是说没有对错之分 而是这个对错是要通过一些除非法律规定规定不允许的情况下 通过一些整体的市场化的这种模式来让这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包括是受过的教育啊 包括其他东西让这错误的言论 当然我是认为艾薇薇薇老师说那些东西是错的 这个没这毛病 甚至于说呃 不光是艾薇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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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LEX 这些东西我也觉得他有毛病 对吧 但是我只要没有用强力去让他闭嘴 然后通过是我自己所掌控的 自己的这些市场性的资源 这就完全没保证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并不会伤害到言论自由本身的风盈度 它依然是没有这种强力的行政力量 或者国家力量 国家力量 政府力量来进行压制的 这只不过就是由大家自发的这种共性的东西来筛选 筛选言论 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当做什么呢 用这种模式来推进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很多的像这样的这种言论 像艾未未老师或者莫容学森老师 他们这些言论 其实在某一程度上确实是增加了 或者是说有很多情况下 会让大家反思一下 通过多一个维度的角度来看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让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选择 来把整个的言论自由 包括我们社会的文明往前推 对吧 因为我即使通过了艾未未老师的视角 通过了莫通雪村老师的视角都看了一遍 但是我依然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说更多的人不认可他那个想法 然后把自己的东西表达出来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整体的社会文明程度会提高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之所在 所以现在来讲 我今天看到这事的时候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跟大家聊两句 因为艾未未老师在说到对错的时候 言论对错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有点帮不住了 就是有一个调查 我不知道各位在网上看到过没有 就是在美国大学的 那就是在理工科的这些教授什么的这些老师们 他们对于以色列支持的就多 文科的那些对于或者社科 社科其实都少 就是文科 就是文学艺术这一边 对巴勒斯坦支持的更多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这种思维的鸿沟 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对错之分 这个是一个挺不一样的这种思维模式 所以至于说到底是说是您觉得谁对 那这个其实艾未未老师这句话没错 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 你只是选择自己的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更喜欢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来表来进行表达也就是如此了 那如果说未来是我们这样的这种思维模式更多 那有可能就我们会占上风 但是依然不会压制 不会压制艾未未老师 某种选存老师 他们这种表达 那如果要是说 如果他们那块站的更多 那他们反过来 只要他们遵循着他们所说的 这个什么自由表达 是最值得关心 以及争取的价值啊 什么这些东西 那我们依然还是可以 就是说在互相再进行下一轮的 这种关于言论的这种争夺 大概也就是如此 好 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 谢谢 谢谢 谢谢